有身分 駕照 駕照還是什麼的 一一核隊完身分之後 進行快篩 週日一大早 澎湖機場外的快篩 站出顯然潮 這些不是入境旅客 而是當地村民 每個人隔著社交距離 耐心排隊等待 隊伍中不乏家長 牽著小朋友 一家大小兜來篩檢 不過民眾似乎都不太確定 發生什麼事了 是一個鄰居 他說他是快篩 那時候不知道 他沒多久 就有看到那個臉書的訊息 防疫中心有通知你嗎 原來是胡錫向愛門村 傳出一名90多歲的老夫人 咳嗽發燒就醫PCR陽性 他的兩個兒子 也被篩出PCR陽性 三人已經住進 敷亞隔離病房 由於是澎湖第一起家庭 群聚案 縣府不敢大意 立刻安排全村約920人 分批前來快篩 另外緊急針對個案活動區域 全面清消 不過民眾也忍不住抱怨 中央防疫速度太慢 都是村民之間口味相傳 才知道出大事了 這個防疫的速度 不敢猜 不敢猜 應該這個防疫 不能分禮拜 中央不個禮拜天 要成圈套 現在都要等中央 所以縣政府將知道 他也是有壓力 害弄上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足跡的部分 應該要再詳細一點 澎湖一家七口 三人確診 所幸其他家人 全部篩檢陰性 就怕這起家庭群聚案 擴大宣服 呼籲全村村民快篩 及早防堵病毒 在村裡持續蔓延 記者 顏雲龍 蔡宇山澎湖採訪報導